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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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花王 迷上等日韩品牌 品牌内的所有商品 由中华联合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账品成为担保 90天无理由退化 还正为联合创始人 记者打开达人店官网 发现官网底部公司介绍 产品展示两栏目 目前军程无法打开状态 在创建问题一栏 记者注意到达人 品公司实力 其自称上庄达人店的创始团队 只有丰富的电商和化妆品行业经验 CEO李伟创始人李伟 先后认识于新加坡微软 其余创始团队成员 主要来自于阿里巴巴集团 旗下的天猫 淘宝 支付宝的技术研发部门 老百之二 韩庚 有着充足的媒体资源 达人店官网开评主页 也用了海庚做宣传 达人店开评宣传页来源 达人店官网截图 具体信贸公开信息解释 海庚的上海更新文化 工作室和厦门如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曾为达人店PREALON投资6500万元 占股比例未公布 来经产经查询 好周达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股东高管资料获悉 上海更新文化传媒工作室为其股东 而上海更新文化传媒工作室的法人为韩庚 中国网财经记者 达人店 询问其对传销被罚有无人改措施 官网为何多处无法打开 韩庚是否被联合创始人占股多少 前开趁转接至公关人员回店 截止发稿前未收到任何回复 上海更新文化工作室电话 无人接听 韩庚的艺人宣传电话 故者致来点提醒 不过小编在达人店的官网微博 上看到一则公开声明 其声指出 达人店的商业模式 运营本额机制 都是由公司和新团队及李伟 一人设计而成 除李伟外的任何股东和机构投资人 已从未干预公司任何义务决策 并非首家因涉嫌传消费处罚的企业 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显示 今年6月27日 杭州达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因发布虚假广告 被被杭州市与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出一人民币 20万罚款 值得注意的是 该处罚决定书明确指出 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 或者其他严重清洁的 除广告费用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除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避准文件 一年内不受理期广告审查申请 浙江省工商局的通报处罚 明确了达人店存在网络传销行为 目前在各大应用市场已搜索不到达人店APP 传销搭上电商微商已经非首次出现 浙江省工商局网站2017年公布的浙江宏顿网件 专项执法行动时代案例中 浙江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因产品云集 微店APP和超运河 因事先网络传销被罚目净985万元 该涉事平台为一家网络购物平台 以交入门费 拉人通呼团队计筹的行为 展开网络传销行为 因违反禁止传销案例被工商局处罚 有警方对记者表示 他们曾多次提醒人民群众 来要求入门费 拉人罚店等行事的卫商 多微传销 此内传销真要业余时间长 防范性不重的大学生可保网行骗 大家要提高警戚检房上党受骗 来源综合自中国网财经 蓝金财经 一邦动力CM的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